你敢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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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不住的好心情 兩位綜藝大哥沈玉琳 吳宗憲 在直播節目合體 除了開心嗓還回想起當年做節目好交氣 大部分時間我當製作人要當主持人 那製作人的職責就是要讓主持人開心 所以我往往遠遠看到現在 憲哥厲害啦今天好精彩喔 那我邊講腳本 抓緊機會互虧 總能把群場逗得哈哈大笑 綜合演藝圈大約都有30年的資歷 被問起最近連環報的迷途風波 兩人對朱學恆是怎麼看的 我會道歉很多 也原諒他 因為可能是酒後 也會失態或幹嘛 當然喝醉不能拿來當藉口啦 所以我每次呼籲大家說 看看自己的酒量嘛 如果酒量不太好的 就喝得起 趕快回家吧 欲言又止 似乎也是怕說太多 不小心得罪誰 但演藝圈是否有 這樣的潛規則 兩人倒覺得 節目效果和私下其實差很大 我們只會在舞台上有這些 下了這個舞台以後 我變成全世界最正經的人 嘴巴上說說啦 肢體上面真的是盡量 減少碰觸啦 畢竟都有家事 吳宗憲家有三位女兒 雖然都陸續嫁人 但透露像吳善如還是學生時 竟也遇過有對象用極端方式求愛 以前他的宵禁的時間 每天太陽下山 以前一定要回到家 以前讀書的時候有過 對方一直要來跟他求愛 他就是因為這個 然後才倉促 被我弄到西雅圖去讀書的 基於護女心切 吳宗憲透露家教管頗言 以綜藝大哥的角度 認為玩笑歸玩笑 尺度不能隨意跨越